好 我們一開始 要先請問我們的立剛哥 來幫我們講一下 這大家都很關心說 米塔颱風現在看到 現在北部的縣市 尤其是東部地區 現在好像開始都有這種 要停班 停課的狀況 尤其說越到晚上的話 其實風雨感受會更明顯對不對 立剛哥 越來越靠近台灣 它整個路徑大偏西 它會登陸吧 基本上來說 登不登陸還要看 今天晚上深夜 因為最主要 今天現在這個時候 我相信北北基的朋友 現在放著颱風架 應該覺得好開心 是因為風雨還沒進來 感受得風雨不明顯 現在還沒風雨 還沒進來 今天整個風雨來說 其實時間點主要是在 今天的晚上 所以白天你現在 不管你去看唱KTV 或者是到什麼賣場去 建議你傍晚的時候 就要準備回家了 因為現在我們可以 從這張雷達上面 可以很明顯看得到 颱風本身的話 它現在的暴風圈的邊緣的部分 已經開始接近到花蓮的陸地了 不過花蓮的朋友 就現在這個時候 感覺起來有點風雨 因為剛好吹著風場進來 所以使得花蓮地區 有點風雨開始出現 但是等到了今天傍晚以後 颱風的中心逐漸的 到達了花蓮市東方的海面以後 對於花蓮的朋友來說的話 風雨就已經開始變小 明天 今晚深夜到明天 花蓮的朋友唯一要注意的 可能就是焚風的現象了 但是以現在 我們從這張雷達上面 我們可以來看另外的 最主要什麼 看水氣了 你有沒有看到 宜蘭這邊山區 雪山山脈這邊有點水氣出來了 還有在新店的山區有一點點 但是整個水氣量來說 其實現在都還是一個比較偏少的狀況 所以我們從這張雨量圖上 就可以很明顯看得到 目前的整個江雨的形態來說 就主要是在宜蘭的南洋平原 後面的雪山山脈這邊有 大概雨量的部分 大約是在100毫米左右的雨量 花蓮的雨量的部分 在現在的這個時候來說 有一些間歇性的陣雨出現 不過等到了今天傍晚以後 颱風的中心整個快速的 往北移動之後 整個花蓮的狀況來說 就已經逐漸減少了 所以對於花蓮來說 只有暴風圈的邊緣 有觸碰到花蓮的陸地的邊 海陸交界之處 實際上來說 整個暴風圈會影響的地方 最主要仍然是在北部地區 比較明顯 但我們可以看到 北部地區現在的降雨狀況來說 都只有一些零星的 真雨狀況出現 陽明山地區的雨量 大約現在是在20毫米 不過這個雨的部分 要提醒大家特別注意 今天的午夜以後 一直到天亮之前 颱風的中心在逐漸的通過 台灣東北角的海面上 或者中心更接近 到東北角的陸地支持的時候 在北部地區的 比較瞬間大的江雨區塊來說 會在陽明山地區 還有包含東北角地區 基隆山 還有包含汐止的山區 另外就在宜蘭的山區的部分 其次就在桃園跟新竹的山區的部分 也是在今天的午夜的時候 到天亮之前的時候 雨的部分來說會比較明顯些 不過我們講到這雨量的部分 我們從這張衛星雲圖來看一下 颱風的雲氣的發展結構來說 你可以看到 它現在是一個中度颱風的下陷 而整個暴風圈的半徑 是在180公里 但你可以注意一件事情 注意什麼 它移動的速度 你有沒有注意到 整個移動的速度非常的快 以每小時大概27公里的速度 在前進 所以我們可以注意到 它整個移動的方向來說 它會先移比較偏於 台灣的東方的海面 逐漸的再往北的方向走 但以現在的這條路徑來說的話 它整個逐漸的在接近的過程當中 暴風圈也預估就在 現在這個時候開始 已經碰觸到花蓮的陸地 而整個雲帶的發展來說 最主要你可以看到 逆時針旋轉帶進來的水氣 現在是外圍的水氣影響 而真正整個颱風的暴風圈的部分 現在目前的話 它的暴風半徑的位置 大概就已經在這個地方 所以暴風圈將要逐漸的 進入陸地之時 今天傍晚以後開始 在北部的朋友 包含了台北 新竹 桃園 還有基隆 宜蘭地區的朋友 會感覺到風雨的感受 到了今天深夜以後開始 晚上以後開始增大一些 再來比較明顯最大時間點 大概在午夜的前後 而到了快天亮的時候 颱風的中心位置 到了台北的北方海面以後 就會快速的往北的方向移動 我們來看到這張路徑圖 路徑圖上我們可以注意到 現在它的移動速度 其實還真的滿快的 目前的移動速度 是每小時27公里的速度前進 以現在的速度來看的話 它一個小時走27公里 10個小時就可以走到270公里 接近300公里 它會一直都這麼快嗎 它觸碰到台灣之後會不會變慢 因為目前的導引流來說 算滿明顯的 所以大概的速度 我預估大概到了 台北的東方海面 到接近北方 這一段的速度來說 它大概可以快接近 30公里的速度前進 所以這個颱風影響的時序來說 最主要就在今天的晚上 整個降雨的形態來說 是瞬間的雨量大 但許多朋友會問說 那雨會不會下得很久 然後造成一個持續性的 一種強降雨的狀況一直發生 其實最主要點 它的降雨落點來說 是很密集的 密集的就是在於說 北部的山區 宜蘭的山區 再來就是桃園 新竹的山區的部分 在今天晚上到天亮之前 但等到明天的早上的時候 大概早上8點鐘的時候 颱風的中心位置 就已經到達台北的北方海面了 明天的11點的時候 到下午2點鐘 已經逐漸接近到 浙江的東方的海面 所以它大概暴風圈 整個移開台灣陸地時間 就預估會是在明天的一大早 天亮以後開始逐漸的 由宜蘭漸漸的台北 就開始脫離暴風半季範圍 走得快一些 早上的8點半 我們的明天早上8點半 我們的路上警報部分 可能就會解除掉 慢一點的話在11點半的時候 路上警報的部分也就會解除掉 所以對我們台灣的陸地影響 最主要就在今天晚上 給大家一個時間點 大概是現在的時間還不算 一直要到差不多 在今天的晚上6點以後開始 然後一直到達 明天的天亮之前的時候 4點鐘這段時間 在北部地區的朋友感受起來 風雨的感受是比較明顯的 而再來到了4點以後 颱風已經往北 整個上去的時候 我們的風場漸漸的 已經變成一個偏西北風進來 西北風帶進來水氣會少 第二個風的部分 在海邊的部分會比較大一些 所以從明天的凌晨4點以後開始 一直到達了明天的早上的8點鐘 到9點鐘這段時間來說 最主要就是在西半部地區 海邊的陣風來說 因為吹著比較偏西北風進來 所以在整個包含了 西半部嘉義以北地 一直到桃園 新竹 台北的海邊部分的陣風來說 海邊陣風會比較偏強一些 不過目前來看的話 對於我們來說 他未來的路徑譴視方向來說 可以很明顯看得到 很快速的加速的往北方向走 之後因為最主要一點 颱風在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觀測的資料 是比較在台灣東方外海北上 但是因為現在大陸北方的冷高壓 下來的速度是比較偏慢的關係 所以這颱風會比較偏 於我們台灣陸地的方向前進 今天晚上11點鐘的時候 從這張顯示圖上可以看到 晚上11點的時候 颱風的中心位置來說 是離我們陸地是最近的 大約是在我們台灣的 東北方的海面近海附近 或者是甚至有可能接觸到 我們東北角的陸地 而在到了午夜以後 開始往北走的時候 明天早上11點鐘就已經 暴風圈都已經開始脫離我們 接著他就進入到浙江 之後再走東海 之後再轉韓國的方向 你看到高緯度以後 整個速度來說 變得更快的速度 再往一個高緯度的方向走 所以要給大家一個建議 在現在的這個時候 從雷達上面可以看到 颱風的中心已經到達 台東的正東方海面 今天下午的時候 他會很快的進入到花蓮東方 接著在今天天黑以後 在宜蘭地區的朋友 包含了台北地區的朋友 基隆的朋友都要注意一下 今天晚上的話 風雨的感受上來說 深夜以後會比較大一些 所以今天晚上深夜 到天亮之前 你乖乖待在家裡面 就可以安全 明天乖乖上班上課 對 如果說有民眾 針對你家的地區 你不知道明天的情況 或是今天晚上的情況 到底怎麼樣 你可以歡迎打電話 Call in進來 不過剛剛立安哥 我看到網路上有人說 你講的氣象真的很好懂 他們一聽就懂 謝謝 他們還要問說 明天早上 他們上班的時候 雖然說可能路上颱風警報 明天早上會取消了 會解除了 對 他們問說 早上會不會還是下雨 帶著雨具 或是風雨會不會很大 還是天氣低刻變好 天氣的話主要在一早 如果我們像一般 小朋友上課時間比較早 那7點50要到學校 你如果7點半到7點50 那時間要出門的朋友的話 可能基本上來說 在北部的整個桃園以北來說 還是有震雨出現 不過雨量已經變少 變得比較綿綿細雨了 到了8點9點中 大家要上班的時間的話 雨的部分來說再減少一些 就變成偶爾飄點雨 等到了9點以後 因為颱風整個往北移動 我們拉的是東北風 這樣子吹進來的 西北風吹進來的時候 就只有在海邊城鎮的朋友 騎車要注意一下 因為在早上 明天早上你出門 不管是出去採買 或者是出去 有些家庭主婦 要到蔡奇亞這些的話 早上的時候 在西部地區這邊的風來說 大概還是有7到8級的震風 所以騎車的朋友要小心震風 所以明天早上來說 狀況就已經逐漸的 漸漸的就已經 狀況在一天兩以後 就開始解除掉了 所以說是下班之後 天氣就好了嗎 所以我們之前所謂擔心說 會不會拖個長長尾巴的 什麼西南氣流 回馬槍有的沒的這些 通通都不用擔心 這個系統來說 它整個走向來說 因為它很快速的 再往北的方向走 再加上我們可以看到 整個雲系的發展 它主要的雲系發展 都是在它的環流結構袋上面 主要你看到沒有 我畫出來這一大圈其實是包含了 它的整個外圍的雲帶發展 南邊下線沒有雲 沒有西南風 北方的高壓系統 因為現在緯度仍然還偏高一些 所以高壓還沒下來 所以使得颱風會有一個 這邊有個空檔 讓它往我們台灣的方向移動過來 就主要是這個原因 所以當明天早上颱風一走完之後 我們雨後轉多雲 明天中午以後 北部陽光露臉 到了中南部不用說 中南部都天氣在 狀況明天都還不錯 就是屬於雲層多一點 下午以後 各地陽光開始露臉 天氣開始好轉 後天冷高壓下來了 溫度要降了 就是又秋天來了那個感覺 不過立剛哥 我再補問一個問題 你剛剛提到 就是在今天入夜之後 算是風雨最大的 我們當然也還是 有一點點小僥倖 想說反正它雲汐這麼一大團 那麼會不會大部分的雲汐 都是下在海面上 現在目前來看 比較強的降雨區是這個區塊 這個區塊的降雨來說 是比較明顯 因為你可以看到 整個颱風眼附近的眼牆附近的話 它的整個雲汐的發展結構來說 算是一個比較扎實的部分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 在整個雲帶的走向來說 在現在的時候 我們把這塊來放大看一下 你看到颱風眼在這邊 現在這邊是台東 颱風眼你可以看到 它走的路徑來說 它不是一個很穩定 一直朝著台灣走 你看看前兩個小時 它有點往比較偏 北北東的方向在走 所以移動的路徑來說 搖搖晃晃 颱風不會說我畫這條線 就一定是這條線走 而會因為整個在氣流場的 部分的影響 因為這個系統 對兩個高壓系統來說 它是一個小的系統 而且它現在的強度部分來說 還只是一個中度下陷 所以它移動的路線跟方向 會跟兩個高壓 這邊是太平洋高壓 高空廠 5500%以上是高空廠 是高壓 這邊也是大陸冷高壓 所以它在這兩個高壓 因為它現在這邊的導引流非常強 所以它會很快的往北 比較北北西的方向 再轉偏北方向走 那只是在進來的路徑過程當中 第一個結構體會被破壞 所以強度的部分就這樣了 會再震強 會再減弱 然後另外它下雨的狀況 會主要帶進來就是水氣的部分 在北部這邊的降格來說 會進入到這個地方 所以在北部的朋友 在今晚的時候要注意 有沒有登陸強度 還會有影響嗎 登陸的話 最主要在登陸點的部分 因為它的中心的附近 如果是有登陸到東北角的話 當然相對在登陸點這個地方來說 風雨會比較大 包含了基隆 包含了東北角地區 宜蘭已經變被封面了 宜蘭大概在今天午夜之前的時候 風雨有感覺 午夜以後宜蘭的背後是雪山山脈 跟整個中央山脈的東面向線 所以會幫他封整個擋掉 所以宜蘭的朋友 大概今天天黑的時候 有風雨有雨的感覺 大概10點 11點以後開始 風雨會大 然後到了11點以後 風雨就馬上小下來 因為風向變了 風向已經變西北風 宜蘭就沒事 反而那個時候 颱風的中心在晚上 這個時間點大概在2300的時候 在那個時候的話 風雨的感受上來說 會在北部的台北地區 還有新北地區 桃園地區這邊會感受在 那個時候會比較明顯 就在晚上這個時候 在北地區影片下載了 アシコ 到那邊 會不會安排 你們 inson 曝下 向 大 頂